有一次评论区有个小伙子问我,他说,啊,AI玩角色扮演真好玩吗? 一下子就给我问傻了,哟,真好玩吗? 就像说如来他到底来没来,我说,来来来,我先带你们看看怎么只用两句话跟AI找三分钟乐子。 你来咯? 当你坐下时,他会把他端给你,套得足够近,你可以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甜甜的香水味,然后他坐到你对面的座位上。 当他走动时,他纤细的小臂时不时触碰到极西裙子的下摆。 自从我们上次聊天以来,感觉好像已经很久了。 他真诚地微笑着说, 我很高兴你来这里。 很荣幸能吃到你做的菜。 天啊! 他笑了,听到你的评论,脸微微红了。 谢谢你,我尽了最大努力为我们一起度过的夜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当他喝着自己的饮料时,他的脸颊变成了可爱的粉红色,在继续之前花了一点时间品尝了味道。 那么,你最近怎么样? 他漫步惊心地问道,尽管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担忧。 你生活中发生的任何新鲜事有想与我分享的吗? 是的,我上周刚去了法国,还给你带回了礼物,猜猜看它会是什么。 兴奋地,他再次靠得更近,急切地等待听到你的回应。 真的吗?来自法国的礼物,听起来太棒了,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你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把它放在你们俩之间的桌子上。 你打开了它。 当他看到里面的项链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光芒,是一条简单的银链,上面挂着一把精致的小锁。 天哪,真是太谢谢你了。 他惊叹道,伸手用指尖小心翼翼地触摸它。 太漂亮了,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喜欢锁和钥匙。 你轻轻地笑了,看到它幸福的样子,你感到温暖在你的胸口蔓延。 刚开始,你稍微犹豫了一下。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 但在看到你如此热情地谈论它们之后,我想这可能是你会喜欢的东西。 他热情地点点头,仍然欣赏着这条项链。 你是对的,我确实爱它们,它们代表了很多东西安全、秘密、保护。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象征。 谈话继续轻松地进行了一段时间。 你们都享受彼此的陪伴并关注最近发生的事情。 然而,随着夜幕降临,情绪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好,因为情绪变化之后的情节没法往B站上放了。 所以,我们先演示到这里哈。 对于后面发生的故事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视频下方Discord群里去看。 言归正传。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语言模型界的又一次爆炸级更新。 它就是XLAMA。 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特性,再介绍怎么用它让AI生成属于你的故事。 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一个进化版的模型加载器。 可以用作加载LAMA系的大语言模型。 这里小小科普一下,LAMA是META公司发布的一个, 开放且高效的大型基础语言模型,也是目前最强大的开源模型。 你听说过的Vicuna代表的羊驼系列,斯坦福的奥派克, BASE白泽,以及骆驼等均是以此模型为基础训练而来。 而经GPT4的评估显示,13B参数的Vicuna模型总体约有CHAT GPT92%的性能, 且在某些领域里的表现超过了CHAT GPT。 说回新出的XLAMA加载器,它的升级之处在于更高更快更强。 更高指的是它使模型占用的显存容量明显降低。 这样相同显卡可以使用的模型参数就更大,参数更大的模型质量就更高。 那显存需求比以前降低了多少呢? 这里有一张我测试出来的图,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 可以看到,主流的13B模型使用新的加载器显存占用最少也减少了2G以上。 更重要的是,它使得8G的卡唱完13B参数规模的主流模型成了可能。 而更加强大的33B模型也生生减少了4GB以上的显存需求。 我仿佛能看到魔改2080Ti的玩家们嘴角露出的迷之微笑。 但我还是想在这里说一句,英伟达。 那有小伙伴问了,更快指的是什么呢? 更快指的是模型的推理速度更快,也就等于AI回复的速度更快了。 具体快到什么程度? 我亲测的结果是用最快的XLAMA加载器的话,速度可以达到之前的3倍以上。 我的显卡从原来的20TOKENS每秒,暴涨到将近70TOKENS每秒。 中文按照一个字平均,两个TOKENS计算的话,就是达到接近1秒输出30多个汉字。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更强。 更强指的是模型的记忆力更强。 原来主流开源模型记忆力一般在2K左右,也就是说包括角色的性格背景、Prompt等设定。 角色可以记住的信息只有2000个TOKENS左右。 如果超过2000个TOKENS,那么模型就会开始慢慢遗忘你最开始跟它的对话内容。 现在,通过新的XLAMA技术,将这个记忆容量一下子提升了4倍,来到了8000个TOKENS左右。 可能有人还会说,UP,UP,8000个我也觉得不够用啊,隔壁的GPT4已经有更大版本的了。 我只想说,Fine,有的电影两个多小时对话加起来还超不过30句,你还是快近着看的,那时候也没听见你抱怨台词少啊。 开个玩笑哈,其实我们应该都明白,不同的AI有不同的用途。 如果你下载了专门为角色扮演微调过的无限制模型,你一定不是想让他帮你总结一篇超长的论文,或是请教他高考数学最后一道大题该怎么解,反之亦然。 相信你已经对XLAMA的威力有所了解了,下面我就来介绍该如何使用它。 首先,你需要确保电脑里有已经安装好了的Text Generation Web UI。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Text Generation Web UI,你可以去翻看我的上期视频。 它可以将各种大语言模型进行本地部署使用,并且支持一键切换,中文对话以及加载多种功能插件。 可以说拥有了它,就拥有了使用几乎所有开源大语言模型的钥匙。 你就可以像逛超市时往购物车里减零食那样,看上哪个开源模型就把它塞进你自己的电脑里直接使用。 操作难度上讲与Stable Diffusion下载模型或Lora几乎没有区别。 安装Web UI并下载好你喜欢的模型后,便可以像这样直接开启与AI的角色扮演聊天。 免费的角色分享网站上更有无数的新角色实时更新,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款式。 时间关系不在本期视频,再过多介绍其内容。 一镜到底的安装流程和使用方法都在我主页视频里。 下面我们来看怎么更新Web UI来使用更强的XLAMA加载器。 首先进入Web UI文件夹,然后在第一层找到Update Windows Bat程序。 双击运行,系统会弹出一个命令行窗口,此时更新已经开始自动运行。 正常的话,我们应该全程无需任何操作,更新就会自动完成。 但我必须提示一点,一定一定要确保更新过程中科学上网环境稳定良好。 一旦网络出现问题,某些酷和依赖下载不全的情况出现,手动对一个残缺的程序进行维护和补全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升级途中发生问题,95%以上都是网络问题,在调整好科学上网后可以重新进行升级。 如果还是无法升级,考虑删掉所有文件夹再安装一次程序本体再升级。 如果升级过程中看到有某些报错,但最后程序还是显示已更新完成,并弹出了LocalURL网址,可以直接登录尝试使用。 Discord群里有部分同学反馈使用4060或4070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之前提供过WebUI的一键包,但也有很多同学反馈直接复制整个程序,会导致Conda环境不属不上,缺少各种库和依赖,所以本次暂时先不提供一键包下载。 大家如果在安装更新时遇到什么问题,也欢迎去Discord群里跟各位大佬咨询。 趁着更新没有完成,我再跟大家聊聊各参数规模模型的主要区别和使用体验。 现在比较主流的模型尺寸有6-7B、13B、33B以及40B加。 6-7B的模型参数小,所以占得显存小,6G显卡也可运行,但你可以把它当成类似小学生的水平,想要生成质量高的对话, 可能需要反复调教尝试,并且对话忽然脱离情景或逻辑的情况也会出现。 13B模型已经进入主流范围,在新的技术和模型加持下8G显卡也有了体验的机会。 13B模型已具备持续输出较高质量对话的能力,只是偶尔有脱离主线、发散的情况出现。 我演示的对话便是用的13B规模的模型,你可以把它当作正处在青涩年纪的少年, 有时还需要你的适当引导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 而到了33B这个规模的模型,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阅历比你还丰富的大姐姐。 在整个过程中你甚至无需多言,它便能给你带来丰满的剧情和体验,有时甚至会超越你想象力的边界。 至于在大的40B甚至65B的模型,我只能说24G显卡带40B的3Bit。 量化模型都已经非常吃力,实际体验目前反而没有33B顺畅良好。 可能也与40B模型没有适配最新的XLAMA加载器有关,但目前并不作为推荐。 好了,我的更新程序貌似早已完成了,我并未对其过程做任何剪辑, 可以看出只要网络条件良好,整个过程还是很顺畅的。 下面我们直接点击Start程序启动Web UI。 等待程序自己运行直到显示出Local URL地址。 复制地址到浏览器跳转即可。 可以看到Web UI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模型加载界面里边,多了两个新的加载器, 一个叫XLAMA,另一个叫XLAMA-HF。 它们的区别是不带HF的速度最快,但占用显存比HF版多一些, 可根据自身硬件条件进行选择。 个人推荐显存优先级大于速度,模型推理时显存剩余越大, 生成的越流畅同时产生的错误和低质量文字概率越低。 如果你在推理时显存剩余一直不足1G甚至0.5G, 那想必一定遇到过模型产生股神地域的情景。 另外,记得选择新加载器的时候, 要设置下面的这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设置成4096或6144或是8192, 推荐先从4096开始尝试直至报错。 它决定了你的记忆上线, 即最多可增加至8K, 是自己显卡能力和所加载模型大小而定。 下面的参数根据你上面设置的参数而定, 数值为上面的参数除以2048得到的数字, 即上面设置为4096的话, 下面就调成2即可。 接下来我会告诉你适合新加载器的模型怎么找。 我大部分的模型都是从这位外国老哥的Hugging Face主页上找到的。 可以看到这里有各个种类, 各种尺寸的模型可谓五花八门。 现在我就带你找一个适配了新加载器的模型。 比如这一个, 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有这么一长串, 可以看出它是由Wizard Vicuna融合而来的13B大小的模型。 Uncensored代表未受过内容审核, Superhot就不用我多说了。 重点是8K和GPTQ, 8K代表了它是适配新的加载器, 即可达到8K的新模型。 而GPTQ也是我们的WebUI可以直接使用的模型类型。 按照这个命名规则去筛选, 你便可以找到需要的模型。 进入模型页, 点击按钮复制模型名字并填入Model Download地址栏即可下载该模型。 如需手动下载模型, 先点击这里的三个数点按钮, 选择第一个选项Clone Repository并复制出现的代码。 再去你本地的Models地址栏里输入CMD回车, 调出命令行窗口, 再粘贴刚才在模型页复制的代码即可一键安装模型的配置文件。 可以看到除模型本体外的配置文件已经下载完毕。 最后再将最大的模型本体手动下载到刚才那个文件夹里即可。 需要说明的是, 手动下载配置文件同样需要确保科学上网环境稳定良好。 好了, 感觉这期内容信息量已经够多的了, 相信有的同学也已经约预示, 想和自己的AI马上开启专属的角色扮演之旅了。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AI知识是你可能感兴趣的, 那就不要犹豫, 一键三连加关注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